不過講到政府花錢 最近有一部是斥資了2.3億元拍攝 以想像當中的台海戰爭作為背景的 叫做《臨日攻擊》的這一部劇 預計明年播出了 這個內容不只大談 大陸對台灣滲透了 還演到了第五艘隊在台灣製造騷動等等 郭正亮就質疑了 共軍在這個劇中是沒有登陸台灣的 到底是怎麼控制了我們的政府機關 然後還逼囚犯出來製造動亂呢 他痛批這情節實在太荒唐了 而這個《臨日攻擊》也被發現 其實政府出了不少錢 2.3億的製作費用當中 由文化部補助是佔了7100萬元 佔了他的總預算的27.51% 另外國發基金也有投資 投資的是4170萬佔總預算的16% 等於是他的總共2億多的總預算當中 其實有1.13億元的製作費用 43.6%其實花的全部都是我們的公帑 不過針對大家的質疑文化部也有解釋 就是說其實《臨日攻擊》是經過評選小組審查建議補助的 並且也經過了文策院投資審議會的通過 認為這個投資的過程是可受公平 但網友就反映說 阿倫如果拍九二共事兩岸和平的題材 請問政府也會給錢嗎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這個《臨日攻擊》 蠻特別的地方就是說他的導演呢 過去很多人可能有聽過他的名字 因為他就是蔡英文過去的競選廣告的 御用的導演 是拍廣告的一個行家 No.1的導演 問題就在於他從來沒有拍過任何的電視劇 也沒有指導過電影 那麼這一次馬上就補助他 一億多元來拍一部電視劇 再來這部《臨日攻擊》的總顧問 沈柏洋 沈柏洋是誰 他的專業是電影嗎 難道黑熊也懂得拍電影嗎 為什麼是由他來當總顧問呢 另外一位反而是非常有電影專業的林青霞 他之前被邀請到青大去演講的時候 還被炮轟呢 好了我們看到先前國發基金爭取說 他們的盈餘不想要繳庫打算來繼續的投資 但是就發現說 怎麼他的投資項目是拍戲嗎 是要打算來補助幫民進黨拍攝這種 類似像是恐嚇的文宣片嗎 洪威怎麼看 這個《臨日戰爭》ZERO DAY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認知作戰片 因為它裡面所描述就是在 中國攻擊台灣之前所發生的 一些台灣的現況 那當然裡面就是描述第五縱隊 怎麼樣怎麼樣 在台灣搞滲透 甚至可以掌控黑道來作亂等等 這個當然跟之前民進黨 比如或者民進黨的立委 沈柏陽 在大談特談第五縱隊 這些的一個風向是完全吻合的 所以這個ZERO DAY 它是完完全全的 是一個政治正確的一個作品 當然它就立刻可以得到文策院的青睞 那麼得到文化部的補助 剛才講包含文化部還有國發基金的投資 它事實上達到1億1300萬 所以這個就是說是不是你只要符合政治正確 符合一個認知作戰 符合大內宣的一個方向 然後就很容易可以拿到這麼高的補助 因為事實上我有看過在文化部所有的補助裡面 這一家公司拿到的是佔第二高 第一家是8000萬 另外那個佔第一名的 有人跟我講其實它也是一個政治正確的影片 不過因為我還沒有看那個影片 就容我稍作保留因為我們會了解 那它就是拿到第二名 那所以它到底何得何能可以拿到第二名 那你看開來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就叫做林日 這個影視股份有限公司 很奇怪 這家公司就叫林日 所以大家想說它是只要拍這一部片嗎 好奇怪是不是 而且它是去年才成立一家公司 完全一家新的公司 然後第一部電影 然後第一部片子 然後就可以立刻的得到我們政府這麼多的補助 真的是好棒棒 我想有很多的一些文化人 影劇界的人士 常常在影劇圈藝文間 打滾多少年都沒有辦法 能夠拿到這麼多的補助 好那我再攤開來 這家公司以及電影的相關的這些人選 包含剛才講那個導演 導演原來是蔡英文的 還有民進黨的御用導演 那你看嘛 更正苗紅 然後他的顧問名單裡面 如同剛剛講的 有沈柏央委員 還有一位叫做李厚敬 那李厚敬何雪仁也呢 他之前是當過文化總會的秘書長 那你知道這林日公司的董事 我講一個人的名字 大家立刻就知道 就叫做林景昌 林景昌事實上是李厚敬的前首 那麼也是這個民進黨出身 你大家我現在念到現在 大家會不會覺得 真的一片綠油油啊 那麼這家公司剛剛成立 第一個騙子 然後就拿那麼多的補助 然後所有的人都是這樣的 跟民進黨他的淵源深厚 所以你就知道 這樣子攤開來 可以拿到1億多 那麼這個是所有人民納稅人的錢 剛才前面兩位來賓也講到嘛 我們光大家想要看個奧運 這是不是全民運動啊對不對 然後花個8000萬 結果呢我們民眾還要付費 那如果你今天政府再多花一些錢 是不是可以讓我們民眾 都能夠看到這些奧運 我們中華隊選手精彩的比賽呢 可是他寧願花這麼多的錢 那另外我再透露一下 因為我事實上 還有去跟中華電信調資料 因為我所瞭解 中華電信這個不是在賺 有在賺奧運轉播的錢嗎 那麼他也有投資這家公司 但是當我去跟他調資料的時候 他竟然講什麼呢 他說這是涉及商業機密 我想奇怪了 你本來就是這個是有公股 而且你又是上市公司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呢 這麼值得投資 你為什麼不敢講啊 所以我們現在還在查 因為我們所瞭解 絕對不只 這個國發基金跟文化部而已 那麼中華電信呢 幹嘛要在那邊遮遮掩掩掩 但是無論如何 我要特別講到的 我們不容許我們的公堂 拿來作為政黨的一個大內宣 就如同之前 我不是也揭發我們的公視 公視台與台 用公視台與台的頻道 做一個所謂的新聞專題 來做霸樑行動 結果呢 預告片 全部都是霸樑團體的畫面 跟他們的說法 然後正式的影片 11分鐘裡面 謝國良只有30秒鐘的影片出現 就是他參加一個市政活動 然後霸樑講了這麼多 然後最後用7秒鐘說 謝國良那邊呢 對於罷免的理由 沒有任何的說法 笑死人了 我們做新聞 我們當然知道 我說你不會Google嗎 你不會去上網路嗎 你不知道謝國良 有發多少新聞稿 你不曉得謝國良團隊 有開過記者會嗎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能容許的 就是不管公視也好 或文化部國發基金 你們不能夠用公堂 不能用納稅人的錢 來作為特定政黨 或特定團體的一個大內宣的工具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